德叔 我妈回来了吗 夫人已经回来了 我还是等会儿再回家好了 是星辰回来了吗 你的家教来了 但是我看你的文化水平 估计是读不到一半就得被淘汰 为了让你能够留在四叶学院 我特别请了一个家教 帮助你再科好辅导 如果你能够跟上他的脚步呢 我想你的成绩不至于被退学 你学习成绩很好 谢谢 应该没问题 妈 您放心 我会忙的 回来了 这是你家教 你 林星辰同学 你好 你们认识啊 江念宇同学是我们学校的天才 很有名的 那很好 不愧是郑孟希推荐的 那我们家星辰就交给你了 我会尽全力完成的 看来你们同学之间相处得也不错嘛 那当然了 好了 能和他相处得好才怪 怎么又是你啊 我就奇了怪了 自从正初要欢迎会之后 怎么到处都能见到你 你是对我有意思吧你 故意制造机会接近我 江念宇我告诉你 我们两个根本就不可能 你就收起你这点小心思吧 好不好 我根本就没有闲工夫去想这些事情 是校长过来让我给你辅导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也不想给我补习喽 如果这样就更好办了嘛 既然你不想给我上课 我也不想听你上课 那你以后呢 来了以后就随便看看书上上网 然后我呢 钱也会正常给你 我们互不干涉 好吗 可是我答应了校长啊 孟希叔叔不知道你是个色狼 那是意外 什么那是意外啊 总之我就是不想让你给我上课 如果你觉得跟我在一起 读书很尴尬的话 就找校长帮我换掉 我怎么跟他说啊 我说也可以 你要是敢去跟他说 我就杀了你 我的意思是说 那要是孟希叔叔不同意 你还要一直跟我当家教 哪怕你觉得不太烦啊 跟你这种冰块脸就是根本无法沟通 算了算了 去哪里 我去开门啊 鉴于你之前那种行为 这个门要一直开着 开始上课吧 牛顿莱布尼茨公式指的是一个连续函数 在区间AB上的定积分等于 我一个艺术生 干嘛要知道什么定积分啊 怎么了 江念玉 我好困哪 你去给我买杯咖啡好不好 我是家教 不是佣人 可是我太困了 你也不想学习没效率 对不对 冰块脸 冰块脸 四郎 孟希叔叔 你简直就是找了一个我的客行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可怜啊 我不想学数学 我想学漫画 好好喝啊 我一下就来了精神了 上课吧 傅里宴结束的迪雷贺里条件不像 在任何周期内 XT需绝对可计 在任意有限区间中 XT只能趋有限个最大值 或者是最小值 在XT的不可导点上 如果我们只许 视右边的无穷奇数中的 有限像座和XT 请解数学公式 在XT的不可导点上 是年下宫还是中学宫 尾处宫 为什么是英文 我想学英文啊 我英文不好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以为你包个书皮 我就看不出你在干什么是吗 快 走 没想到林家的大小姐竟然是个俯女 谁是俯女啊 我就是碰巧拿到这本而已 我的素描本怎么在你那儿 我是凑巧在泳池边捡到的 乖乖学习 不然这本素描本 可能不小心 会被我丢在学校 你这是威胁 来 上课吧 唉 k